大家好,我是梦想总数 就是好几天没有给大家录制视频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通过两个APP 30分钟赚取100美金这么一个方法 你只需要一台手机就可以完成了 不需要任何的销售经验这些 全球都可以使用 而且你只需要工作一次 后面的话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你带来被动收入 这个APP是完完全全免费注册的 今天就是我以这个网页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演示一下 那在先讲这个APP之前 我们先要用到另外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网站 那我们先就在这里放走 我们先就进入到另外一个网站上去 这个网站就叫做PEXELX 那这个网站呢它是什么呢 它这个是一个无版权的图片和视频的网站 你也可以在手机上打开看 今天呢我们这一期介绍里面分享的东西都是可以使用手机 就能够完成的 你完全呢就是说可以躺在床上来继续赚钱 只要你有网络和手机就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网站呢它也是有中文版的 那我目前这个界面呢就是一个中文版的界面 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题材呢是围绕着钱 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些商业金融或者是money方面的这些视频 然后我们呢就在这里搜索一下这个money 那搜索之后呢就会出现就是说这种很多的视频 按下 这里就有很多有关于这个money的一些视频 那我们来就选择这个随便选择一个视频 把它下载下来点击一下 下载到桌面上 然后呢就是我们后面呢可以用得上 好下载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第二个网站 第二个APP 叫做这个feature points这么一个网站 今天呢就是说我不会让大家直接做这个网站里面的任务来赚钱 因为这个网站呢就是说它里面做的话就是说花的时间可能比较多 而且收益的话不可能达到就是说半个小时100美金 那么我们怎么操作呢我们呢就可以利用这个APP跟刚才我们前面介绍的APP结合起来来赚取一个非常不错的被动收入 我相信大家听到这里呢就是说肯定会听起来觉得有点复杂 就是说也会有疑问 就是这个到底能不能简单的赚了钱 这个相信我只要你看完这个影片呢 也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赚钱方式 那我在开始之前呢我和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样一个feature points 这么一个网站这么一个APP 这个呢在安卓和苹果里面呢都是可以下载的 这个APP呢就是说可以完成问卷调查 可以下载APP来赚取收益 然后呢看视频看广告这些都是可以获取收益的 但是呢这些事情呢就是说非常的消耗时间 与其自己来做啊不如就是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如何让别人来免费帮你赚钱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躺着收钱还不需要花时间 做这些问卷调查大家现在就需要在这里来注册一个账号 这也是点击右上角的signup 他这个呢也是支持就是说谷歌登录 Facebook登录 苹果登录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现在呢我就直接进入我登录之后的界面 那登录之后呢界面呢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问卷调查 然后呢也可以选择下载APP来赚钱 但是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繁琐的工作 与其那样操作呢不如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更好的方式 就是选择这里的分享 分享share with friends 分享给朋友再结合我们之前的APP来赚钱赚取最大化收益 那这里呢他有写的啊就是说你分享这个链接给你的朋友之后啊给你的好友之后 然后呢你就可以赚取你的好友的收益的50% 这个呢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呢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这个方法啊比起你像别人销售产品来说简单的多 那我们呢现在点击一下这里的copy复制一下链接啊放在这里 然后呢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如何提现的问题 然后我们看一下左边的这里呢有 嗯礼品卡 哦先 哦现在可能没有礼品卡了 那我们点击一下cash 我看到了他这个 嗯 cash rewards是完全支持这个paypal提供的 然后他的选项有5美金10美金25美金50美金 还有100美金这里呢当然还有更多500美金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最开始的那个APP网站 那这里呢我们呢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 我们看到了这里呢他也是支持 嗯像Facebook登录推特登录 苹果登录谷歌登录雅虎登录都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我直接进入到登录之后的界面 那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的 那登录之后的界面呢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的 我们来点击这个上方的new post上传按钮 那我们就选择之前我们下载的那个视频上传 那我们现在正在上传这个视频 这里显示的是uploading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已经上传成功了 那上传视频之后呢我们还要在这里添加一些标签 我们可以添加就是说呃 副业赚钱啊比如说商业啊金融啊这些标签 比如说我们添加一下 呃make money 但还可以添加一下其他标签 就是说呃这方面的吧 这块呢只要是跟那个商业挣钱相关的一些标签就可以了 就像这个视频中的一样 那现在呢比较关键的一步啊 就是在视频下方啊我们必须加上一些描述 就是说你也可以呃照搬我这个描述 当然也可以自己写下参考我这个写下描述 我这个描述其实很简单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呃 我能在这个网站一天赚取一百美金 那后面呢就是我刚才的那个推广链接 这个地方呢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呢 我故意加了一个空格 我们还可以多加一个空格 在这个空格的意思呢就是为了避免呢 他这个系统把检测到这个是一个网址啊 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视频删掉 我们加了这个空格之后呢 然后就不会被删掉 呃当然我们后面要备注一个说明了 就是移除这个空格 remove space 这句话呢这个单词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看得懂的 都知道这个要把这个空格呀给移除掉 然后呢就是最上面的标题了标题呢我们就可以取一下就是说呃在疫情期间赚钱 现在呢就是说欧美啊那些疫情呢还是比较严重的 就说对大家对这个在疫情之间怎么赚钱呢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好这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就是说发布这个视频了 他这里有个确认框我们点post发布 好这样一个视频呢然后我们就发布成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视频呢就是一定要跟我点一下赞 然后关注一下我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疑问呢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留言 好的今天的分享都到这里吧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